香港公营医疗体系压力大 政府在2019年全面推行致愿医保计划 并且为投保人截有扣税优惠 希望吸引更多的人投保 从而减轻公立医院的压力 香港的保险业发展蓬勃 除了医疗保险 还有其他不同种类的保险可以投保 例如是家居保险、汽车保险等等 回顾80年代 当牵涉到财产损失利赔 即是导保人应该有多少補偿的时候 赔损利算私或称为利赔私的工作是如何呢 根据消防事务署提供的统计数字 去年共发生火警14,000多宗 财物损失总值超过1亿2千万元 近年来保险业日趋普遍 很多市民都了解到 虽然要付出保费 但是他们的财物就可以获得保障 一旦发生意外 可望从保险公司方面取得赔偿 每当发生火警 除了一些细终的个案之外 对于赔偿额高的 保险公司都会委托赔损利算私 去评估投保人所受的损失数额 然后作出赔偿 赔选理算私这个行业 英文叫做Loss Adjusters 俗称为公正行 顾名思义 他的职责就是作为一个 不偏袒任何一方的独立公正人 公正行是一个统称 它包括了很多类 例如在交通意外中 负责评估汽车选位赔偿 又或者是替货物检定品质的 通通都可以称为公正行 举例来说 当火警发生后 赔选理算私接到委托 就会去联络投保人 指导投保人 如何处理货物的水积问题 列出损毁货物的清单 当赔选理算私收到清单之后 就会去点算 看看有没有虚报 然后就计算投保人的损失总额 将报告交回保险公司 在陪选理算私将报告书交给保险公司之前 他们会先告诉投保人 评估损损失的总值是多少 如果对方认为损失不止那么少的话 就要提出证明了 如果譬如说 投保人真的不同意 你们所计算出来的损失数字的话 他可以怎么做呢 如果他是不同意的话 他可以自己另行聘请一个专业人士 是代他做一个损失的清单 如果大家有是争端的时候 就根据所有关保险的契约 都有一个叫仲裁条款 那么这个双方可以通过仲裁解决这件事 而不需要是扭到上法庭 要成为一个合格的陪选理算私 并不是容易 先要投考皇家保险学会考试 考到之后要在这行做满三年 然后才可以考第二个试 成绩合格 再要在公正行做满七年 才可以申请加入伦敦皇家评估损失公正会 成为会员之后 就可以挂牌开公正行 挂牌开业之后 可以请助手帮助 这些助手起码要预科合格 受聘之后就要接受训练 跟一些前辈去视察学习 并且要公读保险法例 到了相当的经验 才可以协助陪选理算私 去评估损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